冰期推演的场域就是我们现在的会场 25号一早台中市府进行防疫兵推 除了各局处官员也找来军方疫情中心代表共同商讨 但明明只是演练 没想到网络社团却出现网友造谣 网友在脸书社团颇文 刚看到有人问本周六要进行兵推 蔡奇昌和张亮万坚说要封城了 真的吗怎么封有人知道吗 其他人看了回复兵推就是演习不用过度紧张 还有人回答没有这样说啊 你是在造谣吗 不止如此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的脸书社团 也收到许多网友私讯 指出有网友恶告 为此蔡奇昌和张亮万坚也赶紧报案 留言告诉他 我们绝对会提告 并且将相关法律条文告知他 过了大概半小时所有的帖文就都不见了 初步认定他就是网军的假账号 事发后破文的网友随即将文章和账号删除 非常时期全民努力防疫 竟然有人恶意造谣违法最高可开发三百万元 替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林伟志王百英台中采访报道